你刮一刮 這隻沒有剪你 很大隻 廣東省地帝密博 這次高師傅和邝敏惠 就選了佛山和潘如來吃通筷 要刮一刮, 刮一刮, 繞一繞 是這樣的嗎? 如果有果精種黃, 這麼大隻 你吃一天, 你也吃不完 他們也不是跑得很厲害 有些人看見他們像箭一樣飛走 如果是雞公, 就不跑了 飛到你這兒 來到山水 師傅一定帶你參與一個雞場 雞場? 很特別的 很特別? 要看看 帶你上去看看 你看看有多少雞 黃教授 你好… 你又在餵雞嗎? 對… 你看這裡有很多雞 師傅, 這裡的雞有甚麼特別 你問黃教授吧 對, 黃教授 你進來這裡 你能否聞到雞屎的臭味 沒有 可能有點敏感 我問不到 這是靈芝雞的特別 靈芝雞, 當然 在山水上坐著名字 就是吃靈芝的… 這些是用靈芝材料來的雞 你是不是把靈芝給牠吃? 當然不是 如果用靈芝, 一九九的靈芝 根本上雞不吸收 要用甚麼? 要用液體菌種 意思是我們就吃菌絲了 黃教授, 我知道靈芝很寶貴 如果雞吃了, 我們再吃雞 我們就很寶貴 我們中國來說, 還可以寶貴 還可以寶貴 沒錯 雞吃了我們的食物 我們最愛吃的雞 那會更寶貴? 又寶貴, 有靈芝在裡面 不是, 不是 我們把雞捉了, 再煮雞 捉了幾隻, 師傅 捉了, 捉了… 我真的捉到了 師傅 你捉了… 這樣捉住它嗎? 對, 捉住它… 稍後雞游來湯 挺重的 游來湯 我煮, 知道嗎? 明白 明白吧? 好 稍後就把你剃掉 教授, 教授, 教授 好 好, 走吧… 去煮… 我們來到靈芝山 很多靈芝雞, 靈芝鴨 對, 到處走 對, 當然要找雞和鴨做好菜 對… 對, 那你打算怎樣煮? 這次靈芝雞 通常吃白切雞 白切雞, 很好吃 我喜歡吃白切雞 白切雞比較簡單 當然要做一些複雜 我可以拿在旁邊的糖擠了幾塊荷葉 原來荷葉這麼大塊 不如用銅盤蒸零芝雞 除了零芝雞之外, 馬上煮 剛才是煮的, 只是出不了鏡子 對吧? 很多雞, 一直就對了 但是鴨不走來走去, 只有雞 你經常說鴨, 先說說雞吧 好… 好了, 我們這裡有些香醇 我們先切香醇 香醇是否冬菇 它有熟菇類, 不是冬菇 這些是比較薄的 多數用來燜食, 做尿頭 就給它一些香味 對, 給它一些香味 這裡的蒸雞, 一定要給薄薄的薑片 好吃的, 薄薄薄的薑片 師傅, 要幫忙, 要一會兒給你炸雞 炸一下… 你幫我撕掉紅棗, 撕開兩邊 蒸雞, 不要像炸大大塊 大大塊的蒸雞, 第一, 難熟 蒸不熟, 再翻蒸, 過火的鞋 對, 蒸雞要緊緊熟 現在不要太熟, 對吧 以前是九成, 九成半 現在是緊緊熟 看不到有一點血絲, 雞又好吃 小顆一點 雞真的很硬 很硬 走地雞才有這樣 在香港的雞, 絕對是沒有這樣 看上去真的很硬 兩條, 你把雞斬了 好… 你炸給它看看 是否這樣炸的?師傅 美女斬零雞 原來是… 師傅, 原來很難的 不是難的, 你看我斬了這麼多 不是, 剛才是一塊一塊一樣的 你不夠恆心, 先斬下去 恆心一點 也不夠恆心 也不夠 還是差一點 還是太善良了 第一, 我們要把鹽 鹽 放重點鹽 不要說多少, 適量 一茶匙半 現在說一茶匙半 然後再加糖 我們再加一茶匙半的糖 一定會加少許湯黃的味道 加少許蠔油 有很漂亮的蠔味 加了生粉後, 加點酒 米酒 米酒, 米酒 我們拌勻 蒸雞, 加少許米酒 米酒和薑是非常合適的 你現在這樣拌勻 就能聞到香味, 是嗎 是嗎 很大股的酒味 大家大膽下酒 千萬不要不下酒 我先轉到這裡 再煎一塊荷葉 用一同半來蒸 倒下去 又放進去? 對 荷葉有甚麼用 荷葉讓它清香味 現在有荷葉的清香味 對, 千萬不要過火 如果在酒樓 五至六分鐘就行了 在家裡八分鐘 八分鐘就剛剛好 八分鐘? 也很快 對… 我們拌勻 原來很快就可以吃了 好 拌勻 對, 拌勻 很快就煮熟了 對 好像很好吃似的 你也很好吃 是 我們就給點蔥花 待會兒少許油就可以了 可以吃了, 炸少許油 炸少許油, 放進去就可以了 炸少許油 這樣放進去就可以了 辣椒, 給它一點顏色 對, 更好看, 對吧 我們就燒少許油 讓油稍微淋上去就比較香 如果這樣淋上去 不會油膩淋的嗎 不會, 少許而已 軟在上面的蔥鴨那裡 如果完全沒有油 那些就不好吃了 就沒甚麼味道了 對 好了, 炸了… 一點響 好了 搞定 這個就是河葉蒸靈芝雞 是嗎 先吃一口 來, 蒸到靈芝雞 好吃, 師傅 好吃 很好吃 師傅, 阿森不給你 阿森不給你, 阿森不給你 阿森不給你 不能吃的嗎 太早了, 師傅 你不吃怎麼會死 是呀 師傅, 又要餵了 又要餵了 是呀, 師傅, 師傅餵了 師傅在這裡 是呀, 這塊給你雞 好… 來, 雞給 師傅, 你想餵阿森, 阿森很貴重 你看看師傅的樣子 夾了… 夾了給他 來, 師傅 不妨礙了, 整塊給別人吃 不妨礙了 阿森, 師傅, 我說這種話 很害怕 說這種貴氣的說話 他總是餵給別人吃的 師傅, 師傅 是呀, 當然 我還沒吃, 要夾給別人吃 你吃吧… 你吃吧, 你吃吧, 試試吧 好不好吃 你吃吧 真的要吃多久 真的, 別客氣 他有少許的脂肪味和薑味 很好吃 我們接著就是靈芝鴨 靈芝、麻鴨, 我很簡單 我用這裡很香土的東西 這個叫做戶俠肝 戶俠肝 戶俠肝 即是戶苗, 即是芋頭出來 表面那股苗, 曬乾了 南海的人很喜歡用戶俠肝燜 挺香的 我剛才有味道 又沒用什麼醬 我只是用少許頭抽蠔油湯黃 讓它比較清一點 不用加這麼重的醬 好, 這樣就把它砍掉 那頸要是要的? 要的, 最好吃是頸 你知不知道, 湖北省那邊 有一個辣鴨撥紙 全部都是吃頸的 吃頸的 鴨稍微要大一點 因為鴨要炆的, 是嗎? 我們就要大一點 炆就是長一點的, 沒蒸那麼快 當然了 所以大一點也沒那麼快 我們就放少許酒, 拌一拌 我們就拌一拌粉 這個鴨我喜歡放多一點薑 放多一點薑 香一點 是 我們就… 冬菇, 我們切開它 我們就把薑炸一下 炸一下, 炸一下 炸一下 然後就倒一些冬菇進去? 不是, 冬菇不用炸, 炆 然後蒜頭也要炸一下 蒜頭非常大粒 想幫你攪拌嗎? 好, 你攪拌一下 但為什麼油這麼多薑薑? 這是生油, 花生油才有薑薑 有薑薑嗎? 當然有薑薑 真的有些不會有薑薑嗎? 有豬油, 有蔬油, 有調和油 有花生油, 有坑渠油 坑渠油也有? 有雞油, 有豬油 這些有花生油 師傅, 你不說 現在大家買了漂亮的花生油 一定是起薄的 所以花生油多數不會用來炸 用來炒, 蒸魚, 炸魚油 薑就不用炸到它乾 炸一下, 收一下就炆出來 連在一起炆, 薑就非常香 我感覺很多隨之 薑就不會炸, 全部是飛水的 炒一下就飛水, 炒什麼就飛水 炒出來當然沒有風味, 差一點 差一點就差一點, 煮菜就差一點 多一點就更好吃 什麼是飛水, 師傅 飛水就沸了水, 拖一拖薑, 沸一拖 就不用油? 廚師多數是這樣的 然後再過一過油 對 我們由師傅再煮, 用軟鑊 把鴨炒一下 炒一下 這些不是酒樓的做法 這些是家庭的做法 因為不用拉油, 對吧 我們來炒一下 炒一下 炒香 冬菇不要放著 不要放著 對, 冬菇不要放著 然後一起炒 用來炒, 炒到它乾了 不要那麼多血水就可以了 炒是因為想走到血水 對 不要那麼多血水 你放點酒下來 放點酒 倒下去 你喜歡倒多少就多少 這樣夠不夠? 你喜歡倒, 好了… 放點頭抽, 放點頭抽 這樣做法很香, 頭抽 我們就不給糖, 加裡面 小燒蘭蔬蘭蔬蔬呀 在這上空上去 然後回去加진香 對, identify 把豬蔬蔬蘭蔬拌好 因為半隻, 半隻就再加一塊 好 蔥和辣椒就不用了 這個鎮在最後給的 現在你又嗅到香味了, 是嗎 調味料, 還有混合酒的香味 酒和薑味 我們放一點點水 水, 這裡, 師傅 可以了 很好 已經很香了, 味道已經很香 因為鴨會出水, 鴨會飆水 如果可以拖, 就會變成湯 對, 大家很高興等一等 約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就可以吃了 這樣就這樣等 拿個蓋子來, 對, 拿個蓋子來 好, 我們等二十分鐘 你看看, 時間到了 對, 看起來全是膠 不用打蜆了, 不用打蜆了 很香, 師傅 然後你現在就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先放一點花生油 先放在這裡 好, 先炒香 好像變成茄子 那些是戶俠桿 對, 但現在好像變成茄子 好, 那我們關火了 這裡, 這些真的是人見人愛 對, 像我這樣 對 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師傅 很大碟, 師傅 這裡只有半隻靈芝鴨 你看 去哪裡找 這些菜, 你看 你看 在外面真的吃不到 真的吃不到 在荒山野嶺才能吃到 我會吃到 你會吃到 我的藝人 我會吃到 在外面, 我會吃到 因為我會吃到 先吃芋頭, 芋頭是最好吃的 吸收了它的味道 很野味, 給芋頭過來 鴨頭也不粗糙, 滑的 咬了, 咬了, 爛了 這個即燜即食 又清又野味 師父分別示範煮了 靈芝雞和靈芝鴨 一場來到三水 當然要嘗嘗當地師父煮的靈芝菜式 大家互相交流心得 不說, 大家都未必知道 原來靈芝的應用範圍很廣 在中醫的角度來說 無論心、肺、肝、皮 腎臟虛弱, 都可以復用 師父, 這麼多食物 而且每個人都花哩花哩這麼漂亮 你不知道是靈芝燕嗎 靈芝燕, 是不是這個食物 是呀, 這個食物 這堆食物 它類似一個冬菇似的 靈芝和冬菇也有多少遇嫌 我們桌上喝了一個靈芝泡紙湯 這些喝完一定很補 師父 是好喝的 好喝的, 師父 好, 有一點點甘甘甜的味道 是嗎 加上加了一點 加上加了一點雞 加上加上一點雞 是千靈芝的包紙 是嗎 師父, 這次我出來和你做這個… 做這個…應該怎麼說呢 工作之類, 我覺得自己補了很多 連我的皮膚也好看 你說師父, 當然知道你出來找食物 是嗎 對 只是吃好東西 剩下的十磅八磅 這樣就有點害怕了 回去就行了, 你不用回來 你知道什麼叫三杯嗎 不知道 一杯豉油 一杯糖 一杯酒 肉有點硬 硬得來… 對 肉很嫩滑 就是這種感覺, 對吧 裡面有靈芝泡紙 有些膠原蛋白和蟲草花 很香的 很香 我每次來, 或者帶美食團來 我一定有這個飯吃 一人一撥仔, 有時就小小撥 那麼多補健品的東西 做這個飯出來 是不是非常補健, 是好吃的 环瑋, 我是… 印尼, 來到佛山 師父帶你來吃早餐 那我們吃什麼? 這裡人人都來吃, 吃粥 是吧 好 你看… 有很多材料 這裡有很多, 有粉腸 豬肝瘦肉、魚片、牛肉、皮蛋 很多東西,我… 有沒有夾底粥? 有 夾底粥加魚片? 好,夾底粥 腸粉是什麼? 不是,粉腸…豬粉腸 你吃不吃? 不吃 我要… 皮蛋瘦粥有嗎? 你吃吧,在香港,皮蛋瘦粥 他們這樣慢慢煮,整個粥底在這裡 一排煮 那就在那裡已經煮好了 早上煮嗎? 早上煮,幾小時煮 4時多就煮了 煮一煮,有的粥底才煮 師傅,我想要加多點料 你喜歡吃多點魚片 對… 多加多點… 但吃粥好像很齋 這裡就有粥,還有腸粉 這裡有腸粉 師傅帶你來,當然還有腸粉 腸粉? 快點來吧 是平常吃的嗎? 很漂亮 師傅到底在哪裡? 這裡,來 這裡嗎? 對… 就是這些腸粉 這裡… 敏衛,你知道嗎? 這裡的腸粉有多塊,這些叫做燙腸粉 它用鋼盆和高溫的蒸氣在這裡 燙一燙一燙的 香港的腸粉也有布拉的古法腸粉 怎樣布拉? 布拉有一個大蒸餐 有米漿在這裡,有一塊布在這裡 有米漿來蒸的,那個比較慢一點 這裡幾十年都是這樣,自己下腸 有豉油,有油,有辣椒醬 要刮一刮,繞一繞 這樣嗎? 這樣… 是不是這樣嗎? 可以,斬開… 斬開… 好,這碟是你自己吃的 我吃給你吃的 你吃嗎? 導演… 你吃的,你看 多美,師傅師哥哥 我請你吃,你這麼辛苦 很熱,真的很美味 竹子非常鮮 又爽又滑 吃豬丸竹,我們喜歡魚在豬肝 豬三角多數不好吃,就粗糙 為什麼?它們切到薄,一張紙 一擠下去一邊熟,就粗糙了 這樣就不好吃 這樣不好吃 豬丸要厚一點才好吃 但是厚一點不會… 我喜歡吃這些所謂的粉腸 粉腸,粉腸不是粗口嗎? 粉腸是粗口,我喜歡粉腸 那不如試試我做的腸粉 你做的粉腸? 粉腸… 腸粉還是粉腸? 你說呢? 我想這是腸粉 腸粉,對 對,師傅 不,我吃這些就好了… 你不是嫌棄我做的東西嗎? 我一番心意做給你,對吧 有一點吧 算吧,我自己吃 我會喝意,吃得夠了 師傅 你吃得很好吃 我吃得很好吃 你教竹 實在很好吃,真的不錯… 腸粉有米味 吃腸粉最重要是有米味 在香港吃腸粉 不看得到和聞到有米氣味 已經混合了,混合了幾種粉 放進去, 應該會白一點 會爽一點, 但太爽, 腸胺不好吃 太白, 又不好吃腸胺 要吃一吃, 有些米氣味才好吃 不過師傅, 我覺得你的多料比我那些 不是, 我加了一些菜 我吃下去好像只有腸粉 那你吃師傅這些吧 不過又太辣了, 算了 待會再做一個 敏敏, 我們逛佛山舊街 是的, 好 師傅, 這是甚麼? 賣粽? 不是只有端午節才可以賣嗎 佛山人端午節過年平時一年都吃了 香港人端午節才吃 你看看這隻多大 有糯米、綠豆、豬肉、蛋黃、蝦仁、耀柱 就是我們的果精種 但果精種不是用冬葉, 是用蓮葉 乾的蓮葉, 蓮葉 蓮葉 用蓮葉墊底, 我們有甚麼呢 知不知道, 有鹹蛋黃 有冬菇, 有燒鴨, 有燒腩 所以它就這麼大了 有蝦桿來燒, 這樣來包的 裡面有這麼多材料 裡面有很多材料 如果有果精種黃, 這麼大 有兩根種, 你吃一天都吃不完 鹹肉種和果精種要紮實 鹹水種要紮鬆 這隻鹹水種的做法叫爐兜種 香港的鹹水種是用竹葉擦的 但兩邊擦要鬆, 糯米只有八成左右 一直燒的時候, 糯米會發大 我以為這些材料太多, 會更加香 來到筱山這裡吃種, 誰都知道 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有賣 這間就, 它做一年… 五月節那十日八日, 它就夠一年生意 平日沒什麼生意都沒什麼所謂 沒所謂, 老闆硬硬硬硬硬硬硬 還有十多天 趁熱… 先試試看 師傅, 當時誰教你包種的 沒人教的… 沒人教? 自己學的 自己在家製作糯米 然後找一些竹葉包 因為我的伯爺, 即是爸爸 即是爸爸 他們正在包, 自己學習 跟著他們學習… 即是自己一邊看著, 一邊學習 一邊包 對… 那你第一隻是否很噁心地包出來 不是, 很有天忠 不然可以做師傅 對, 師傅, 你是有天分 我可以說嗎 對… 做這些東西, 飲食真的講天分 不是每個人都說 煮得這麼好吃, 做得這麼好吃 如果沒有天分 你做二、三十年都是這樣 即是我煮二、三十年飯 都沒有天分, 那就算了 你也不喜歡煮飯 我喜歡, 但煮出來不好吃 不是 我真的沒有天分 那你要努力一點 對, 那我可能要找廚師 做我老公 讓我年輕四十年, 有機會嗎 我想要砂糖 砂糖, 麻煩你 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好吃 阿昌, 師傅買了這麼多蝦黃草 這兩包就送給你了 好… 今晚先替你喝酒 我們今天要焗來喝 很容易的, 像焗茶一樣喝就行了 現在開始喝了 真的好, 你多喝一點, 信師傅 清乾明目 現在要喝 現在喝好了 大家別看這條筷子路 眉眉舊舊, 紛紛暗暗的 其實在以前 這條筷子路 是佛山最旺的一區 不過時而世逆 自從新區不斷開發之後 商戶就被商場吸引過去 所以到了現在 大多數都是 只有五金舖在這裡打等 而筷子路旁邊的錦華路 命運都一樣 經過時代的洗禮和淘汰之後 剩下的全部都是眼鏡舖 所以又有眼睛街之稱 師傅, 為何這條街這麼有趣 這麼多眼鏡舖 眼鏡舖很理善 當然做到今時今日 師傅, 這麼多天 你都帶我吃點好東西 吃得我的嘴巴都丟掉了 也不知道回到香港怎麼辦 回到香港就吃了 但是來到這個三水 師傅一定帶你找我朋友 全哥 又是嗎 吃這裡的特色菜 土地菜 三水特色菜 很好吃 那你跟著師傅來吧 好 佛山核下的三水區 是由西江、北江 和衰江匯集而成所得名的 所以海產特別豐盛 而康哥這次選了桂花魚 來炮製這道蟹子桂花球 康哥, 我聽到你 說有道菜是拿獎的 哪道菜 拿獎 兩道菜炒桂花球 這是比較傳統的廣東菜 這是桂花魚 桂花魚 桂花魚 是我們三水的特產 這麼久都不會過濃 很美味 這個蟹子是撒進去的 對 下一嚴嚴 吃瓜就最消暑 而在雲雲的瓜類當中 康哥就選了冬瓜 來製作一個名為 瓜田感受的菜式 冬瓜屬於葫蘆科植物 是一種營養價值很高的蔬菜 可以有效控制體內的糖類 轉化為脂肪 不單可以防止體內脂肪積聚 還可以消耗多餘的脂肪 對防止高血壓和減肥 有良好的效果 還有哪個獲獎 還有這個瓜田感受 白玉床跟著演變出來的 我入行的時候已經在學做了 但裡面有很多東西吃 裡面有一個冬瓜, 挑通它 裡面藏了很多真料 有雞球, 有雞球 有些蔬菜、木耳之類 它用油拉過油, 我不感覺是很肥 是嗎? 也不錯 不錯 瓜瓜挺甜、清甜 那鍋是什麼湯 是凌芝清卵雞煮梅花鹽 很鮮甜, 很甜 甜的有沒有下糖 有, 我們下冰糖 下冰糖 比較清甜 冰糖吃了靈芝的苦澀味道 對 這是什麼? 這個好像是辣鴨, 對吧? 對… 還沒吃的時候, 聞到一會兒是辣鴨味 因為腸經過辣, 辣仔 對… 好像做辣鴨, 裡面的材料是什麼? 五花肉, 鴨肝 挺好吃的 味道像是辣腸 本來就是辣鴨 都是辣的, 全港工藝 這是我們創新品中的以前的荔茄 用了茄瓜, 用燒汁再燜 然後再煮出來 嘗嘗一點 裡面有芋蓉 是 有些金蝦, 有些蝦乾, 是嗎? 對, 有很多有趣 茄瓜吸收瑤柱和蝦乾的鮮味 師傅, 我看到你旁邊有一隻雞 那隻雞又有什麼特別? 那隻是燒雞 對, 這個是我們的炭燒雞 炭燒雞 炭燒雞, 要剪開它 要剪開它, 為什麼要剪開呢? 因為肉汁, 如果在砧板斬 肉汁會流失, 會流失 現在上桌剪, 肉汁會保存在雞裡 我要淋醬汁 對, 那就是雞本身的肉汁味 這隻雞很滑 你看, 麻雞 這個是採用了清遠的麻雞 不會太老, 過火, 味道調得不錯 這是梅花鹿 梅花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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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梅花鹿 這個, 我想想天時比較冷 就好吃 是 煮著它, 一鍋炒一下 一鍋炒一下, 香味 一鍋應該好吃 但肉很軟軟 梅花鹿很好吃 炒, 味道就散 這個應該是秋冬進補的時候 吃得比較好 是嗎? 是 其實這鍋炒的特點是哪兒 鍋是清明時節時候的時令產品 好了…吃飽了 大家乾杯… 乾杯… 乾杯… 每個地方, 師父一定會光顧當地的街市 而這次他們走的這個 裡面所賣的東西 有些是你在香港買不到的 有很多水蛇, 你害怕嗎 很噁心 師父, 別這麼玩 蜂蜈我也吃, 但是蛇也是… 你吃不吃蛇 不吃的 我不可以吃我自己同類 我熟蛇的 你熟蛇的嗎? 對 你說你吃蜂蜈, 蜂蜈不蜂 不要, 蜂蜜 是嗎? 很噁心 你很喜歡吃的, 是嗎? 不要這麼說 是工作需要的 你看… 不要, 師父, 這些 真的是蛇 這些是大毒蛇 阿慧, 是毒蛇 師父, 你慢慢走 是 這些是鱷魚 那鱷魚應該怎樣煮才好吃 鱷魚可以燜, 可以燉湯 可以吃的 現在我在香港 我也有一種菜 用雞蟲融菇, 海螺, 紅扣鱷魚掌 整隻鱷魚掌都賣了 鱷魚最好吃的裡面是鱷魚腸 鱷魚掌, 真爽脆得… 那小小鱷魚掌 是否吃得多一點 謝謝, 再見 這是魚頭, 焗魚嘴 怎樣選擇鱷魚頭 魚頭分很多種 這種叫做玩魚頭 玩魚頭 通常沒有大魚頭那麼多肉 馬上拿出來的魚頭一定是新鮮的 它先剝勻嗎 剝勻它, 剝勻它 剝勻它, 砍頭出來 這些魚腸沒有什麼樣子 好吃的 用來煎魚腸, 焗魚腸 好吃 你用來白灼魚腸就行 對, 新鮮魚腸要白灼 它又不香 你知道這是什麼菜嗎 不知道, 其實我只知道菜心 這隻叫做馬齒仙菜 馬齒仙菜 馬齒仙菜, 野生的, 好吃 師傅, 原來這個菜 我媽媽當時放些豬潤 然後放在一起煮的嗎 當然是炊牛, 你也沒吃過 是你這麼說的 我也讓你看一下, 我真的沒吃過 這些不是煮, 這些是煮 豬潤放進去煮馬子仙菜 豬潤才會滑, 現在煮就不鹹 所以我知道你沒吃過 炊牛 這也讓師傅識炊 誰教你說的 導演 好熱, 這些那麼長又是什麼 這是狗杞菜 你懂得狗杞怎麼摘嗎 不懂 狗杞是裂的, 倒一會兒 倒一會兒 這樣… 少許, 師傅 原來很簡單的作為, 師傅 是嗎 然後撕掉這個… 這個魚丸, 留下來 這個魚丸 好 然後再摺起來 這些狗杞, 通常我們的棒 先摺起來, 先煮它 煮一半小時, 讓它出味道 再加狗杞葉 煮一煮, 豬羊煮一煮就行了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來到佛山, 買了菜 你選擇了, 又說買魚腸 又說買那樣那樣 對, 這個導演想吃 做一個煎焗魚腸 這次的魚腸 我不是整個砵仔 擠進油裡炸 然後蒸了, 再煎一煎 也好吃 因為… 是否像一個餅一樣 做出來 對, 煎餅 像鹹煎餅一樣 知道嗎 很美味 我沒吃過 你吃過嗎 吃過, 你煮得我就吃過 我沒吃過 你去巴西吃過嗎 還沒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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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事 打雞蛋 看看你怎樣打 好 魚腸 如果有殼, 你不會怪我 一定怪你 吃過了, 吃過了 魚腸 我們的材料 魚腸 買回來 就用薑酒水 飛過去 已經砍到腥了 我們的材料也很簡單 一定要陳皮, 蒜 但薑千萬不要加 有一點油炸鬼 還有胡椒粉 很簡單 師傅, 是這樣嗎 對 是否要光了 是否每隻都打破 打破六隻 魚腸一定要夠蒜 不夠蒜才好吃 不夠蒜就不好吃 對吧 為甚麼, 是否因為它腥味 魚腸有少… 新鮮魚腸也不會腥 我們就放一些陳皮粒 可以切絲 可以切粒 陳皮 對, 放一點鹽 又加糖 加糖 加糖 胡椒粉 胡椒粉 湯黃 味一點 然後就這樣 切一點 油炸鬼 炸油炸鬼用來做甚麼 拌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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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腸非常合油炸鬼 拌勻一下 把魚腸鋪在這裡 弄均勻一下 這些魚腸 很好吃 這麼糟糕 你在外國沒有魚腸吃 他們不會吃 對 通常內臟的魚腸很少吃 對 這個要煎 蒸 十分八分鐘後 緊緊熟 拿出來煎 我們把魚腸挑出來 兩邊煎香 所以鑊要燒熱一點 燒熱一點的鑊 鑊螂油 不會黏鑊 明白 我知道 現在整個拿出來 好 我想我明白 你明白嗎 明白 你剛才說把魚腸挑出來 我以為是一條一條一條 這樣挑出來 你待會找八字挑出來 然後我就慢慢想 好 你說放些甚麼 說一句 雞湯 放些大學的雞湯 大學的雞湯 小心 好, 師傅 倒下去 這些敏衛的雞湯 都是起煙的 厲害 是不是 夠了 夠了 最重要是在這裡拿一下 我真的不要 對 我們把油放進去 又拿又放? 我們就拿完了 這個很香 這個真的香 這樣真的香 師傅, 你稍後會餓一下 然後彈上去 你也可以 師傅就不行 我打遊戲機的也可以 但這些不行 很香 很香 為甚麼要餓一下 因為均勻 好 好 我們一起去開箱 那就搞定了 這個碎了也不要緊 你知道很醜 我穿不到 師傅 對, 不如你來吧 師傅 你鬼鬼小小帶我來住宅區做甚麼 鬼鬼小小帶你住宅區 當然要找好東西吃 好東西吃 好東西吃 她再有這個牛杂檔 為甚麼? 一來當然好吃 二來, 因為它是全佛山唯一的街邊檔 所以直接好吃 這個很好吃 這個呢?這是甚麼 這個土丁 這個牛土丁 好吃 牛土丁? 即是肚瓷? 是,是肚瓷 肚瓷? 是的… 好吃的 算了,我留給你吃 不要…你吃吧,是肚瓷 師傅,你吃得好 不過這個肚釘真的好吃 是牛胃 牛的胃上面的頂頂那塊 肚釘 你看,那裡有很多人在洗澡 外婆在熱熱線 左邊都在 而且他們很搞笑 有些小椅子讓你蹲在這裡 對,你蹲一下,試試 算了,我留給你試試,師傅 為何不放些小椅子 反而又放這麼小的椅子 這裡是酒鬼的 你走得快一點 明白 你知道嗎?你看,這是小車 酒鬼就推走,然後這些椅子… 不是,有排的 有排的,師傅 土兜,好吃 土兜? 為什麼是土兜吃? 不是,是土兜 土兜,不是土兜 土兜是古代的,是嗎? 是嗎?你有沒有穿過土兜? 沒有 沒有,我再穿回去吧 師傅,今晚宵夜我們有什麼吃 你這麼快樂說宵夜的 是呀,現在幾點? 待會…來到這裡 我帶你去找我老朋友林仔 吃一個自助燒烤 自助燒烤? 你吃過了嗎? 牛肉豬扒那些? 是呀 快點 好 師傅,這裡真的有自助餐吃嗎? 這裡不是自助餐 這裡是吃燒蠔的 師傅帶你來 選一隻漂亮的蠔 讓你燒給師傅吃 你不懂得燒嗎? 我不懂得燒 那我想教你 現在先選蠔 這裡的蠔 選一些蠔 比較重新的 多棒 這隻漂亮 這隻好像很重 是,當然 師傅,這些蠔是從哪裡來的? 這些蠔嗎? 這個蠔的時間 應該是我們中國的紮光那邊很多 它打下去,對著蠔你去吐 水壓就把蠔的髒東西衝過去 先關一關,反著它 是,泥洗乾淨 是,這樣再吐它 但它洗的好像會有泥在這裡 我一定會有的,待會我們會把它打開 洗乾淨 要不要加點鹼 你可以加點鹼粉 放在家裡的時候 慢慢洗乾淨 好了,敏衛 對,燒一燒熟 它會爆開一點,熱開一點 然後就是蓋開它 蓋開它,我教你如何調味 這裡有些鹽 這裡有些糖,這裡有些麻油 我們來,這裡放些粉 放進去 把它倒勻 給多一點,一根一根 小姐的 師傅 不懂燒東西的女生來燒東西 你吃不吃辣的,敏衛 不吃 不吃嗎?師傅喜歡吃辣的 不過我想少許應該會好吃 讓師傅加一些辣的蒜蓉 看看 應該那種味道會比較好 比較辣 你快點嘗嘗我的手藝 不是你的手藝 我們有睡覺的,對不對? 好… 好,見你的師傅 見你剛才燒得那麼辛苦 我想嘗一隻辣的 反而要嘗一隻辣的 這個蒜頭的味道很香 很香 中國的蠔有很多品種 這些是暫光蠔 還有我們的陽光蠔 還有我們的橫琴蠔 有什麼分別呢? 各有各地方不同 那哪種比較好吃? 還有我們的台山蠔 師傅最喜歡吃台山蠔 台山蠔 因為我覺得台山那邊的蠔 就非常爽 肉爽甜 它連那個枕都可以吃 那些不韌的 香蠔瑤柱,鮮瑤柱粥 它的鮮甜味 是蠔和瑤柱的味道 這個好東西 這是蠔燕 山蠔燕 這裡是蘇炸山蠔 這是薑蔥焗山蠔 蠔氣蔥天 嘗嘗 這個真的要吃鑊氣 現在的時間 又不是山蠔季 很熱 很熱 山蠔的季節 是秋涼 秋冬後 十一月份的時候 開始肥美 一直到三四月 四月左右 現在有這麼大的蠔 已經是難民可貴了 吃蠔了 知道嗎 其實這裡真的很熱 真是師傅 真是佩服 你可以做這麼多年廚師 給我最初的星期已經放棄了 是嗎